欢迎收看生活帮生活有妙招生活更轻松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妙招 看一看能不能给您带来帮助 那现在天气冷了呢 大家都会拿着这种针织衫啊 或者是毛衣出来穿 大家都知道啊 这样的衣服呢 在晾晒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难题 就特别容易变形 就平时可能都是这样一双 哎 挂在那 但是这样又不好干 是吧 然后我们晾在衣柜的时候呢 也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衣架 直接穿进去 就是非常传统的那种晾衣的办法 那除非你买的是那种很贵的衣架 就是那种带街称的那种 那可能就没那么容易变形 如果是这种普通的衣架的话 我们在晾的时候呢 晾一段时间 在衣柜放一段时间 那这个肩膀呢 就很容易补包或者是变形 那我想问一下王阿姨 你像这个晾这个毛衣啊 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 这样啊 你有移的招 把它复平 哦 平复在这上面 然后对折 我来帮你一起 对折 然后把这个衣架放在这儿 好 这样子放在这里 嗯 把这个穿里 这边再穿里 哦 这样才可以了 哦 这样子相当于它所有的重量都在这种 你像这种腋下呀还有这个中间这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是不太容易变形的是吧 毛衣 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 因为它都是霜的应该不太容易干嘛 如果在晒的情况下 再这样亮 哦 如果说是晒衣服的话就这样了 对 把这个衣服放在 哦 还是平复 对 给这个衣架 从这儿穿过来 哦 穿过来 嗯 然后呢 然后 把这个袖子 给它搭这儿 哦 这边一搭 就完胜了 这样就薄了一点 对 确实 这样的话可能就好干一点 对 好 今天两个第二帅这种 容易变形的 针制伤痕毛衣的小方法 你都学会了吗